如果说收息的话,谈谈银债 政府公布了第七批银色债券发行详程 发行金额350亿,视乎视方 最多可以提高到450亿 年期三年的每六个月派息一次 同本地通胀挂钩 保证息率由3.5厘,上调到4厘 力量最高 每手申请的价格是1万元 不像二手市场 每个投资者最多可以获配100手 认救日期是8月23日至9月2日下午2点 发行日期是9月14日 合资格认救年龄是60岁 现在处于加息周期 一些定息产品 有些人觉得未必是最吸引的选择 但市况很波动 你建议你家里符合60岁关卡的亲友去抽? 抽吧,4厘 你在哪里找到有4厘回报 然后又很稳定 你想想现在 不用资格 不用资格 定存息都没有4厘 当然有些花巧的东西说 5厘、6厘 但可能那些就没有风险了 是的 变成你这个一定是抽吧 如果我有60岁我都立刻抽 只是多还是少 因为始终都 我相信 叫做 叫做 风雨的银发一续都多 所以 是的 风雨是 因为去年我看也有十几手 你说多不多十几万 可能对于风雨的老人家就有少数 但是 你作为一个资产配置 现在有得立就先立了 四厘 你想想有十几万四厘 一年都可能有四五千元的息 其实 既然 你放在银行都没有这个息 那你当然是拿回部分资产出来抽 而且你说 抽多少 说真的你中得多少 是 不会中得很多 我想都是十几二十手 我想 你就当一个资产配置 这样做 是的 除了 譬如每个月都有几百元 是的 也可以的 而且 风险的问题 就是它没有什么风险 是的 那么资产配置 你都会建议 譬如你身边的老人家 所有的免费都拿出来抽 会不会都是这个建议 我也可以的 其实 当然你看一下 是否慢慢紧 还是慢慢紧 你当然是留一些资产在身上 你说如果是有些 限制的资产的时候 你也没有什么用 放在银行 那你不如拿出来 拿去收一下息更好 是 不过记得一点 就是因为它没有二手市场 就是你无论如何 都要留一些限制资金 在以备不时之相 是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有资金需要的时候 就不可以在二手市场买卖 但是可以以原价买回政府 那这一点 就是如果有合资格的人士 都需要留意 是的